外地学生逗留特别许可,领取结果篇 提交申请后,您可以登入本局网页之外地学生逗留特别许可网上综合系统查询申请进度 如显示申请已获批准,请您务必于逗留许可期限内待被申请时所使用的护照、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证本 亲身前往本局自助服务机或服务柜台允许申请结果,及外地学生逗留特别许可评条 该评条上会在明您或批准的逗留特别许可期限,一般会与您的课程完结期限一致 破发该评条后,每次入境本奥时,您均可以获准逗留至相同的日期,但不会再列印逗留许可评条给您 因此,请您妥善保存有关评条 如果您的申请数据上指定的日期即将届满,但系统显示申请仍处于审批中 请您务必于申请数据上指定的日期前,待被申请时所使用的护照、旅行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证本 亲身前往北安处进事务大楼地下的逗留分处查询,该分处将做出跟进 请注意,为在逗留许可期限内允许逗留特别许可评条,可引致预期逗留并面临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